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罕见但重要的国际合作案例 美中在芬太尼管制上取得的成效 美国与中国在这个致命药物的监管上 罕见地达成了共识 这标志着两国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仍能在关键领域维持合作 这次合作的重要性在于 中国同意加强对三种关键化学成分的管控 这些成分是制造芬太尼的核心原料 美中双方希望借此减少 芬太尼非法流入美国的情况 尽管挑战依然存在 但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来自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一份专注于全球事务与国际关系的权威刊物 文章揭示了 在阻止芬太尼非法流入美国的战斗中 美中两国在这一敏感领域的罕见合作 并分析了这种合作的背景 进展和意义 本周美国官员在阻止芬太尼 非法流入美国的战斗中 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次是得到了中国的帮助 白宫于周二宣布 中国将更加严格地管制三种 用于制造这种致命药物的成分 这一决定反映了美国和中国 在其他领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依然维持了在某些全球性重大问题上的合作 尽管这种合作关系仍然脆弱 但两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逐渐迈出了步伐 自2022年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 将这三种化学品列入受控物质清单以来 美国官员一直在推动中国加强对这些化学品的监管 最终在8月2日的一份通知中 中国政府宣布将在9月1日将4 AP1、BOX4、AP和诺芬、泰尼这三种成分加入其受控化学品清单 这份看似简短且充满缩写的中国监管文件 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大的趋势 即在竞争加剧的其他领域中 美中两国依旧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多年以来 中国是否愿意在分泰尼问题上帮助美国 一直是两国关系整体走向的反应 直到2019年 中国是流入美国的分泰尼的主要来源 随着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爆发 分泰尼过量 成为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 美国官员成功地获得了中国的支持 打击了这一贸易 并监管所有与分泰尼相关的物质 从而大大减少了 从中国直接流入美国的分泰尼 然而 在随后的几年里 中国公司转向制造上游成分 供墨西哥的分泰尼生产商使用 从而成为这些成分的主要供应商 随着美中紧张局势加剧 合作破裂 即使美国的过量死亡人数 急剧上升 2022年8月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访问台湾 激怒了北京 中国随后完全切断了 与美国的所有禁毒谈判 以及所有其他主要的联合行动 显示出他愿意利用合作 来追求更好的关系条件 但是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去年11月 旧金山会见美国总统乔拜登时 中国显著地从其立场后退 重新承诺在几关键问题上 与美国合作 包括芬太尼 人工智能 气候变化 和军事 对军事通信 这一转变 反映了双方为了各自原因 而稳定关系的愿望 中国观察家推测 中国官员希望在外部寻求稳定 以便更多的关注解决国内经济放缓的问题 而在美国方面 拜登政府希望在启动其初步强硬议程后 避免进一步升级 并在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例如芬太尼 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愿意做下谈判 也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驱动 拜登政府 去年首次将中国列入其年度主要非法药物生产国名单 这对中国造成了声誉损害 布鲁金斯学会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倡议主任 范达·费尔巴布·布朗表示 仅仅被列入名单 就已对中国政府是一大刺激 因为中国希望将自己 展现为世界上最严厉的禁毒警察 尽管长期以来 中国鹰派质疑接触的价值 认为美国被中国的合作表演牵着鼻子走 然后被要求为真正的进展付出过高的代价 但到目前为止 重新启动的双边禁毒努力并不仅仅是空谈 自就金山峰会以来 在其他共同关注的领域也可以看到 这不是一个头条突破的时代 但进展是可能的 例如 一个新的美中禁毒工作组 于1月开始会议 甚至在本周之前 就取得了一些成果 北京打击了芬泰尼的在线销售平台 将更多的芬泰尼物质列入其受控药物清单 并与华盛顿合作逮捕了一名 被指控为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洗钱的中国国民 上周美中官员在华盛顿会晤后宣布的最新举措 建立在这一势头之上 根据中国的规定 试图出口这三种潜体化学品的公司 将必须提交其出口合同 并向中国商务部出示进口商从事合法业务的证明 以获得出口许可 禁毒专家表示 这应该会减少对墨西哥的出口量 但这并不是万灵药 一个问题是 中国有数十万家小工厂生产化学品 因此执法是一个挑战 另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是 打击芬泰尼贸易 就像打地鼠游戏 每次实施新限制时 贩毒集团都会找到 使用不同潜体化学品 生产芬泰尼的新方法 尽管如此 专家和美国官员 对中国的举措表示欢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当你处理像芬泰尼 供应链这样复杂的问题时 没有单一行动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 每一个这样的步骤 都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比合作恢复之前要好得多 展望未来 还有进一步进展的希望 这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中国已表示 有意安排额外的潜体化学品 有两个关键的 我们正在关注的 他们也知道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在给外交政策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希望美方能与中方 朝着同一方向努力 继续在相互尊重 管控分歧和互利的基础上 开展合作 然而 随着美国继续推出新措施 在新兴技术领域与中国竞争 并且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持续升温 是否有足够的动能 在芬泰尼和其他问题上维持接触 几位专家和美国官员 告诉外交政策 目前的前景是谨慎乐观的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兼 外交政策专栏作家 宗元 佐伊 刘表示 鉴于美中关系的现状 我认为中国有动机合作 中国仍希望这些努力 能够缓和紧张局势 或许为在稳定的美中关系背景下 进行其他对话 打开大门 中国也可能有动机 修复其声誉 费尔巴布 布朗表示 中国继续明确表示 他期望为其合作获得报酬 他补充说 中国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从主要非法药物 生产国民单中删除 美国高级官员也表示 我认为中国认识到 他们在这个全球问题中 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成为找到解决方案的 全球领导者的机会 我们继续希望 这仍然是中国 继续在这个特定问题上 与我们接触的一个 有说服力的理由 总之 美中两国在芬泰尼问题上的合作 尽管在其他领域竞争激烈 但展示了 在共同利益推动下 双方仍可在关键问题上 找到合作的可能性 通过这种合作 不仅能有效打击 芬泰尼非法贸易 也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稳定 奠定了基础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让我们欢迎中国 在芬泰尼管制上的合作 这就像是在奥运会上一举夺金 这是中美关系的一次重大胜利 事实上 芬泰尼非法贸易是全球性问题 需要全球解决方案 中国的加入意味着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盟友 这对于降低美国的鸦片 类药物过量死亡率至关重要 这不仅仅是一份监管文件 这是两个大国共同努力拯救 无数生命的实际行动 哦 楚天书 别高兴得太早 这难道不是中国在玩拖延战术吗 每次有点摩擦 他们就喊停合作 然后又假装重新合作来换取好处 你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合作吗 事实上 美国的芬泰尼死亡人数还在上升 这表明中国的所谓合作 并没有实质性效果 这不过是中美两国在台面下的一场 你来我往的博弈 我们不应该被表面文章蒙蔽 谢琪琪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诸葛亮在华融道上 讽刺曹操的阴谋诡计 中国确实有动机合作 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自己被列入非法药物生产国名单 这对他们的国际声誉是极大的损害 而且 从实际行动来看 自从去年11月习近平和拜登会面后 中国已经打击了芬泰尼的在线销售平台 并逮捕了与墨西哥贩毒集团有关的犯罪分子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成果 并不是空学来风 楚天书 你这魔说 我倒想起了玉环飞燕的故事 中国愿意合作 还不是因为拜登政府的压力吗 去年首次将中国列入年报 这才让他们感到压力 这只是中国为了避免被列入非法药物生产国名单的表面功夫 像这样的合作 就像猴子掰玉米 掰一个丢一个 根本没实质效果 你也说了 中国有数十万家小工厂 如何管控这些工厂才是重点 不是吗 谢琪琪 你这话就像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说的 赔了夫人又折兵 当然 我们不能否认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正是这种合作 让我们在芬太尼问题上看到了转机 新的工作组已经开始运作 这次的措施也将进一步限制潜体化学品的出口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进步 难道我们不应该给这些努力一点信心和鼓励吗 总比双方互相指责来的更有效率 楚天书 你这乐观的态度真让人佩服 但别忘了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贩毒集团总能找到新方法来避开新限制 这就像打地鼠游戏 一个动风了 另一个又开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要持谨慎态度 不要被表面上的和平假象所迷惑 毕竟 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不只是芬太尼 还有南海 台湾等一大堆麻烦事 这次的合作 顶多也就是燃眉之急 长久之际还得靠多方面的努力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